中文字幕 李宗盛 我们下一组是张泰瑞 张泰瑞是生意电子资讯所 李宗盛也是生意电子资讯所 卢嘉兴以及卢廷萱 他们四位都是生意电子资讯所 他们今天要讲的题目是 利用GPU加速动态三维上折射 凝据GRAGE光滑自行电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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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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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就直接先开始好了 好 那直接带这个脚 老师然后各位同学大家好 那今天我们要报告的是关于 一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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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跑出来 那如果跑到CPU上面去会有什么现象 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再回到一二三四五六七 可是它可以在我们在 这个动作可以帮我们在第二段 第三段第四段的时候个别做完 再拉回来 所以它的时间就至少节省了百分之八十以上 好 然后 OK 好那左边那个就是我们自己 跳下去说怎么样把血抽出来 然后开始去把它做离心 然后右边呢就是我们去找一台机器之后 把很多白血球分选出来 那就可以看它就是 这个东西是用柳式细胞分选以分的 那这些就是我们在做了一些数学式的影像 还有需要丢进去的一些参数 然后大概是长这个样子 OK 然后这个也是一些数学的东西 我们就是带这个公式 然后把它放到里面去 那最后怎么样用电脑去侦测 我们要的那个细胞到底有多大多小呢 主要有两个 一个叫做O2 它是直接帮我们选出说 我们需要的范围是在哪里 那怎么样去分辨两边之间 比如说是细胞外细胞内之类的 那第二个就是RG RG它可以让我们在不同轴的时候 去切切它的影像的时候会比较方便 OK 好那接下来我们请下一个同学 帮我们延伸刚才我刚刚讲的 生意讯号的第二个部分 那特别是资料的分析 谢谢大家 青菜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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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是生意店之所的吴嘉欣 那我们其实原本要播一个影片 它其实是上半部 它是一个手术现场 然后做麻醉的影片 下半部其实是 一堆分析师 他在分析 他在看股 合票的影片 那我们为什么会把这个影片做结合 主要是因为我们在RI这个data RI其实是心跳间距的资料 我们在这个资料上面 我们其实看到 它跟一些财务的时间序列 它具有很相像的特性 那为什么我们会跳脱这个领域的架构 会用就是财务时间序列这个模型去 对这个心跳间距来做分析 因为我之前多少接触到就是 像物理的 像Bloomotion这个现象 因为我们在财务上 就是随机财务理论里面 看到它像譬如说选择权 它有一些相似的现象 所以我们后来 这种视频频频频的人 在这种视频频频频道 當然是看到VIO V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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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這其實就是剛才講的影片 那我們剛才說 回到我們剛才的主軸 其實我們觀察到RI這個DATA 它跟一些財務的時間序列有相同的特性 所以我們其實是用一個比較 我們PowerPoint也是做得比較輕鬆一點 因為我們可能就是跳脫這個領域的架構 我們用一個比較直觀去看這個時間序列的長相跟現象 我們來去做這個RI這個DATA的分析 我們試著去找出這個時間序列 它背後有沒有一些我們隱含所看不到的現象 那在這之前我們要先對這個RIDATA來做簡介 它其實是心電圖裡面就是RP跟RPG之間的間距 那我們簡單來講就是心跳的間距 那我們觀察的時間點其實是0.25毫秒為一個觀測的時間點 所以它其實有4000個值 那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時間序列資料 其實跟很多財務的時間序列資料很像 因為它沒有 它隨著時間變動它沒有一個固定的level在 所以我們常會說這個時間序列它具有一個特性 就是non-stationary 就是非定胎 那如果我們直接用這個序列去做統計的話 可能會得出不太好或是假性的結果 所以這時候我們要對這個序列來做相對應的處理 那我們通常用的處理就是差分 那其實差分有一個簡單的解釋來講 我們以股價指數來講好了 那我們其實就是拿今天這個時間點的股價指數的觀測值 去減掉前一期的觀測值 那這個道雄公約指數它的return 其實還有除以前一期它的股價指數的觀測值 那所以我們做完差分的時候 其實得到RI的資料它是一個RI的變動值 那我們也照著return的方式去處理它前一個時間點的觀測值 那其實我們看它的rate跟它的change 其實沒有太多的不同 那所以我們這邊由於就是可能臨床解釋 或者是比較直觀的觀察 我們會想說直接用RI的變動來去做後續的時間序列分析 那剛說做完差分我們會看到其實這個序列 因為它們都會在一個label上面做震盪 所以這時候我們會說這個序列它這時候就是具有 沒錯 就是stationary這個性質 所以我們可以來做後續的分析 那再來我們把這個時間序列的資料 我們去畫出它的分配 那這個紅色的虛線跟紅色的線它其實是常態分配的長相 我們會發現不管是造型公約指數的return 或是我們RI的change 它的波峰其實都比常態分配還要高 所以這時候我們會說它其實具有高峽峰的現象 其實大部分的時間 財務時間序列的資料它都不是常態分配 它其實都是有高峽峰這個性質 那再來就是我們看這個RI的change 我們會發現其實紅色這個線 我們會看到它大波峰其實常會伴隨著大波峰 那橘黃是這個線小波峰會伴隨著小波峰 那其實在很多的財務時間序列裡面 譬如說股價或是其他線或商品之類的 我們會看出它其實常常都有一個波峰群聚性的現象 那由於這樣一個現象很相近 就是這個資料的現象很相近 所以我們才會試著用財務時間序列這尬犬模型 來去解釋這個RI的data 那這是我們主要的目的 這圓餅越大就是代表 就是 這個代表這個topic在我們主題裡的重要性 那其實我們主要的主題是直接去觀察這個RI的現象 那我們會看它是不是跟財務的一些時間序列 所以它是不是都會具有波動不對稱性的現象 那什麼是波動不對稱性 那我們後面會介紹 那我們第二個重點就是我們是使用 APGOTCH這個財務時間序列的模型 那再來就是這模型的model selection 就是它怎麼選模或者是它的forecast 或是它後續的診斷其實不太算是我們這個整個主軸的重點 所以我們在這powerpoint不會把它秀出來 我們主要是去解 主要是直觀去看它有沒有波動不對稱性這個現象 那我們的方法就是用APGOTCH這個模型 我們剛剛說大波動會伴隨著大波動 小波動會伴隨著小波動 就代表它的multi2體會隨著時間改變 所以這時候這個APGOTCH模型 其實就是對這multi2體它去做模型上的設定 那我們剛剛講的一個現象跟一個問題就是 它其實背後不是常態分配 所以這個theta它這個theta主要是去 這參數主要是去調控去解決這個問題 那我們主要看的波動不對稱性這個現象 主要是看這個γ這個參數 那以股價來講好了 或是以金融市場來講好了 這γ如果是大於0的時候會代表 我們在股市或是金融市場的壞消息 它造成這個波動震盪的影響會比好消息來的還要大 那如果它是負值的話就是剛好相反過來 那我們因為我們這個RI的data 我們沒有相對應的臨床的資料 所以我們沒有辦法做太肯定的結論 所以我們可能會舉一個例子來做連結 譬如說手術中可能施血過多的這個現象 可能會造成比較劇烈的波動 所以這時候我們會說可能它的γ會是大於0的情況 但是在不同 這是我們用Stata去得到的結果 我們會發現就是這個γ值它真的是大於0 它其實是有很顯著的不對稱性的現象 但是你看我們從不同的RI的data我們會看到其實 它的γ這個參數它不一定都是大於0的 所以說它可能在不同的疾病或是不同的臨床現場 可能有不同的現象 那這些我們可能需要更多的臨床資料去做相對應的解釋 那最後我們從這個模型我們可以看出 這RI它可能都具有波動不對稱性的現象 那這個γ的正負號可能會代表不同的臨床解釋 那這是我們現在可能沒有辦法解釋得很清楚的 那再來就是可能模型上我們會做出更多的假設 譬如說它結構上的改變或許可以解釋更多它臨床上的現象 那由於我們資料不是很充足 所以我們也沒有太多的domain哪裡去解釋 那這就是我們這個報告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